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PYR 我们今天来讲了一个晚饭独播的饭剧 女神宿舍管理员 这部饭怎么说呢 五星版一开头 我们就看到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 紧真离谱 很想让我们的男主和我们一样惊呆了 就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们的憨平男主在路上饿倒了 原因是因为没钱 在地上捡东西吃 吃了大肚子 拉完肚子导致更饿了 最后晕倒在地 然后一个绿毛妹子出现 还说一个都不然有点大病的姿势 说你渴望力量吧 男主说行 最后就请男主吃饭 然后说你没钱的话 就来我这里工作吧 然后吃掉了男主 脸上的死路残渣 搞得男主小鹿乱长 脸毛说我身上抽签去洗澡 却万万没想到 一打开浴室 却发现这里满园了 三个大姐姐已经在洗了 荒澜之下冲出来 扑进了我们的女主怀里 把女主弄得埋年通红 余灯误会之后 这些大姐姐终于把衣服穿上了 开始了自我介绍 他们都是大学生 甚至是只有女神合租的一个宿舍 在得知男主是饿的 没闲吃饭也没地方 住的时候 一众妹子纷纷表示 男主好可怜 提出要不要让男主 当这里的管理员 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 而他们可以给他提供 住所以日常开销的生活费 唯一的问题是 女主特别怕男人 尤其是男主开头 还扑到自己的怀你 在得知男主要当这里的管理员 他上就提出搬出宿舍 但我们亚萨西的男主 不能让他入住 而让妹子搬走呢 追上去一顿操作 最后使用语言攻击 与行动成功说服了女主 并开始了和一群妹子 没羞没臊的生活 画面一转 今天是男主工作的第一天 他要进到女生的房间里 给他们打扫卫生 另外妹子一开门 男主就发现 他在家不爱穿衣服 就离谱 搞到男主人都妈了 而第二个妹子就更离谱了 喜欢给人穿抠塞服 给男主画的身白色射尔夫 耳朵还一动一动的 尾巴还一摇一摇的 还提出男主给他 两三围的臊操作 男主拿你吉尼国这些啊 整个人再死麻了 到了晚上 男主看着眼前的妹子 欣慰的笑了 他们什么都好 就是不爱穿衣服 弄得他很无赖 也不愧是我们的男主 太善良了 看完之后 我整个人都瞑目了 谢谢你狗子 那么这一期 那么让你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话 可以点赞三天赞助 这是实在不禁说 皮外好帅一行啊 那么这是皮外八六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